HELLO 各位好,我是你的AutoKey顧問蘋果爸 我們在上一回跟各位說明如何將我們的Web參考使用電子傳送去做合併 然後特別說明了如何打包字體跟我們的出圖形式表 那這一回要跟各位說明要放在哪個地方呢 讓我們的AutoKey正確做使用,能正確顯示我們要的字體跟我們的出圖形式表 那這邊一個小技巧,我們先回到我們的Key的畫面 選擇滑鼠右鍵對不對,選項,然後到我們的檔案頁簽 好,第一個,這邊有個支援檔搜尋路徑,加好把它展開 然後這裡會有個C槽Program Fi的AutoDesk的AutoKey的2023 目前的版本,看你是什麼版本對不對,那後面就會有一個Front 再來選擇F2,右鍵做複製,就好像我們複製網址啦 然後我們再把它複製貼上到我們直接的檔案總管就可以了 做使用,這邊先按取消 那我教各位一個小技巧,如何快速開啟檔案總管 你只需要使用視窗鍵,鍵盤喔,加英文字母的1 就會開啟一個檔案總管 這裡呢,你可以Ctrl-V貼上或換滑鼠右鍵做貼上 就好像貼上網址,按下Enter鍵就會直接跳轉過去 這裡呢,就是我們預設的字體資料夾的地方 所以啊,我們剛剛的字體 打包後的字體呢,你可以去選擇 像這兩個都是預設字體的 你可以去選擇,自訂呢,再請他做貼上 所以你今天,對方不知道怎麼做貼上 你可以給他看這一支影片,這邊有清楚的說明 放對的地方就可以正確的顯示字體啊 跟我們的租出形式表 這邊呢,是放我們的字體的地方 我先把它關掉 那第二個呢,我來跟各位說明 如果去放我們的出圖筆寬 像這個就自訂了,可以給他放在他對的位置呢 Ctrl就可以做出圖,做列印,選擇他 好,那怎麼做呢 這方法更簡單啊 你只需要來這邊選擇列印 然後我們這邊呢,就會有 管理繪圖機跟管理出圖形式表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我們的出圖形式表對不對 選他就是我們筆寬 這裡呢,他就會彈出一個畫面 就是我們預設的 預設的出圖形式表的地方 好,這邊我已經貼上了 OK,好,所以一樣啊 給對方之後呢,請他這麼做 就會開啟這個檔案總管呢 然後再將我們個人或公司用的一個企業用的出圖筆寬 就是我們圖筆啦 把它放定位 那對方呢,在他的CAD就可以出圖,可以做選用 可以出正確的出圖 好,那我們的圖面呢 會比較完整的表達我們圖面的正確資訊 也代表專業性啦 OK,好,這是預設的方法 那再來呢,要給各位的觀念 AutoCAD遊戲規則呢 就是你今天有自訂的東西啊 不管是放在預設資料夾也好 如果你今天有自訂資料夾的話呢 你就必須跟AutoCAD說在哪裡 讓它可以找得到就可以做使用 那我們這邊強調一件事情 我們不再是繪圖園 我們要升級為繪圖管理人 我們不只管理圖檔,DWG,PDF等等 我們還要管理一些像字體啊,筆寬啊 或者是DISP程式 所以我之前的課程教學 或是論壇上面教學就會說明說 DISP程式呢,你可以建立一個資料夾來做管理使用 所以字體也一樣 像我們論壇有分享字體 讓我在論壇呢,長期有整理一些資料呢 跟大家免費做分享 你可以免費加入呢 再完成報道文章 就可以做回覆文章做下載 下載之後呢,我這邊當然也有教學啦 你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所以很簡單,就先關掉 然後呢,我們這邊下載的字體呢 我就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好之後呢 再來把它放到我們的自訂資料 目前我在D巢呢,有開一個SHX的資料字體對不對 這邊做貼上 貼上之後呢,回到CAD跟OLOKAD說它在哪裡 所以呢,按滑鼠右鍵這邊選擇選項 好,再來這邊 字面檔搜尋路徑呢,去加入一組 好,加入去選擇我們剛剛的路 所以剛剛路徑呢,我也可以事先把它複製起來 這邊呢,按右鍵呢,就可以直接做貼上 就好像天然網子一樣,很簡單 OK,你可以把它上移 上移到跟字體放在一起 然後選擇套用 確定 以後呢,你在開OLOKAD的時候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 替換我們的字體 或是正確顯示字體 不用在你手動作替換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邊各位應該慢慢可以理解到 不只是繪圖啦 我們圖面的管理的跟一些 進階的一些 資料的掌控 這邊也是各位要做學習的 OK,好 可以讓我們的工作更加順利的進行 好,所以這邊分享的字體啊 跟出路形式腳的一些操作 好,如果你今天工作上 或者是個人學習 還是有些疑慮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做提問 討論看看怎麼做 解決你的需求跟問題 好,那我是蘋果爸 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幫助呢 幫我一樣 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回的影片再見 掰掰 拜拜 按讚 鼻子